老师好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范例13 范例13呢 他说θ呢 是这个到π到2分之3π 这个到底是什么 π就是180啦 2分之3就是2分之3乘180就270 所以他是180到270 那这样子他在说明的是 这个第一几项线 180到270就是第三项线 对不对 好他说sine呢 给你了求这个sine cosin 跟tangin的二倍的半角公式 半角公式 好 所以呢 我们直接带公式好不好 既然这个sine是-4分之4 来用快速画一个这个图形来说明 sine是5分之4 5分之4 斜边分之对边 可见这个0边叫做3 但是我这样子画 不是真正的这个他的角度 我只是画出他的笔值的绝对值 所以既然sine是-4分之4 所以cosin呢 就是谁 好0边 斜边分之0边 5分之3 但是因为他现在讲的是 sine在第三项线 所以对cosin来讲是负的 所以cosin是负5分之3 好我现在sine跟cosin知道了 直接套半角公式啦 sine2分之sine 好就是2分之 哎小心哦 这个半角公式 你看theta在180到270 除以2 所以变90到135 90到135是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对sine来讲 所以这个是正的 第二项线对cosin来讲 所以你看他这里是负的 第二项线对tangin来讲 所以最后也是负的 这样知道吗 正负要记得 好OK sine2分之theta就是正的 因为第二项线嘛 2分之1-cosintheta开根号 好吧 把2分之1减带进来 cosintheta刚刚在这里 负5分之3 所以减负5分之3就是加 好最后呢 我们可以化解答案在这边 2分之2 根号5 cosin2分之theta 因为第二项线对cosin来讲负的 所以要加一个负号 根号2分之1加cosintheta 好带进来 这个cosin是负的 所以当然本来加 当然变减嘛 这样知道吗 OK 经过化解一下 可是很多同学居然不会化解哦 这要小心 这国中的 最后变成负的根号5分之1 最后就变成负的5分之根号5 好 再来tangent2分之theta tangent就是cosin分之sin 所以你把刚刚的数值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叫做负2 小心哦 你的正负向线 正负要知道 正负就要看它的向线 这个2分之theta 是第几向线角 才可以决定正或负 好 同学交给你咯